但很多人靠这新闻可能也觉得很特别 因为知名的金钱豹娱乐集团现在打算要筹办大学吗 以酒店起家的金钱豹现在转投资教育办学 其现在已经有幼稚园和小学国中 又投资20亿要办高中 明年才要招生 现在又传出要办大学了 不过内部澄清这只是个构想 短时间内不会行动 长林在大陆金钱豹集团董事长袁长平去年4月 难得公开露脸参加集团转投资的高中 动图典礼 高中人在新建现在又传出金钱豹集团 有意筹备办大学 也是要培养自己的干部 就是说我们经过我们的三年的培训 我们希望说这些孩子经过三年的培训 我们出来都还可以独当一面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高中走来的是台湾市前教育局副局长张光明来当校长 由此看得出来金钱豹集团办学的企图心 一位金钱豹酒店声明大造原厂平 魏云林夫妇近年积极进行学校 现时办了幼稚园小学 医学学收费十多万 吸引不少企业主和医师家长 接着又投资20亿盖高中 现在又传出要筹建大学 筹办大学我想那个只是一个过想 要开办大学诸事体大 而且现在我们高中才刚开始 其实谈大学可能还比较遥远一点 可能要等高中稳定一点以后 那个时候再看看我们董事长他的意思 金钱豹集团在大陆的自助餐厅办的有声有色 有一回来台湾开设粉点 高中因此设了餐饮课观光科 作为所需人才的来源 但是筹建大学教育部持保留态度 说现在大学数量太多 不会轻易放行 周永光宇德台中采访某道